所以该下台是卫生局的陈局长 因为你卫生局掌握这么大的派车权力 你却没有紧急的作用 消防局的黄局长 你多次的侮蔑了你基层弟兄的努力 你把你所有基层消防弟兄的尊严 踩塌在地板上 你不需要下台负责吗 你觉得侯友宜派有需要下台负责吗 下不下台不是我个人可以评论的 可是我知道 因为他是民选市长 我没办法指明他要下台 我只希望他把前面行政报告完成 供出于世 那他底下政务官局处首长都是政务官 当然要下台负责 第一个最该下台是卫生局的陈局长 因为你卫生局掌握这么大的派车权力 你却没有紧急的作为 或设计这套SOP人是谁 是局长您吗 还是还有人比你专业我不相信 您贵为卫生局的陈局长 你超级专业的 你订了这个SOP 结果你底下的人是这样处置 你不需要下台负责吗 第二个 消防局的黄局长 你多次的 武蔑了你基层弟兄的努力 第一个你提告张经纬 北棒罪 第二个你提告吹哨者 明明整件事情 关键的横向通年录音出来之后 你底下消防局基层弟兄是多么的努力 想要抢救耳鸚的生命 受限于你们 新北市卫生局主创的这个SOP 结果你不但不 保障你同人的安全 捍卫你同人清白 你还配合去演戏 然后多方的阻挠 你把你所有基层消防弟兄的尊严 踩塌在地板上 你不需要下台负责吗 我希望他要痛低思痛 做一个完整的行政调查 所有的书师 所有的环节 全部调查出来 把所有真相还原出来 这才是所谓的 诚恳的负责跟道歉 而不是嘴巴上说一说而已